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游夏老师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可以跟同学介绍 有关青年级的国中生物 那这种国中生物呢 跟国小生物不太一样 国小可能也接触一些生物的课程 可是他所讲的东西是比较表面的 现象的 那我们在国中当时探讨的 就比较深入一点点 当然他的深入点 没有到像高中那么深入 那以我们来讲 我们是以教高中 老师是教高中的老师 那以教高中为主 老师来帮你教国中概念 你会发现他教的概念 跟国中老师教的不太一样 生前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讲的东西会比较有意念一点 有概念一点 那也就是说 我们讲会有一些理论性的推理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学习 我们用理论方法来学习 那这种学习方法 习起来之后 慢慢的你到高中去 就可以接上去 所以未来的十二年国教 对你是有帮助的 这样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特别小心 好 懂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来 那么第一章我们教到的是 科学方法跟生命世界 那研究生物当中先知道 什么叫生命世界 生命世界 那我们来看到 什么叫生命世界 好 我们要研究生命世界的时候 先知道我们地球在哪边 那宇宙 我们地球在宇宙当中 宇宙有非常多的星系 什么叫星系呢 有很多会发光发热的 恒星组成的叫做星系 OK 那宇宙的星系非常非常多个 以我们太阳呢 太阳出现的星系叫什么地方 叫做银河系 银河系 那么在银河系当中 有很多会发光发热的星球 它叫做恒星 恒星 太阳只不过是一个恒星之一而已 那在银河系当中 还有两千亿颗的恒星 太阳是其中一个恒星 那么以太阳为恒星的星系 叫太阳系 太阳系 那这个太阳系当中 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当中 一个很多星系其中一个而已 那整个银河系 有两千亿颗的恒星 太阳是其中一个 那太阳的位置在哪边 跟我们地球在哪边呢 我们说来看一下这个介绍图 我看一下第一个 来我们看 以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来我们看 好 以银河系来看 如果整个这个叫做银河系 银河系 银河系的中间 假设在这边的话 在这边 那我们太阳在哪边呢 我们太阳大概是距离 银河系的中间的什么 距离银河系中间 大概是2.6万 2.6万光年的地方 同学什么叫光年呢 光年是说 光走一年的距离 它不是年的距离 年的数字 它是个距离的单位 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光年 那么光多快呢 光每秒钟30万公里 你想想看 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 走一年的秒数 乘起来是非常巨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地球位置 我们太阳系在哪边 在整个银河系的中心 距离银河系中心 大概是2.6万光年的距离 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OK 那距离最近太阳的 那么太阳 最近太阳系的恒星 大概4.3光年左右 大概距离最近的 大概4.3光年左右 OK 所以基本上太阳的位置 我们太阳系位置 在银河系的中心 2.6万光年的位置左右 那这个太阳为中心的 那么星系叫什么系 叫太阳系 这太阳系当中牵涉到什么系 牵涉到所谓的九大行星 那行星是基本上 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的行星 所以 依照行星位置当中来看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看起来 这个地球位置 依照太阳系来看的话 再看太阳系的位置 如果以太阳系位置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以太阳系位置来看 如果以太阳系位置来看 我们看到 以太阳系位置来看 好 那如果以太阳系位置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发现 那么太阳如果在这边 在这边 那太阳过来的时候是什么系 我们说太阳过来是什么 是水星 水星 再过来什么 金星 对不对 太阳水星 金星 再过来什么 我们的地球 地球 所以地球大概是距离 那么太阳当中 第三个数过来 第三个星 星球 OK 那再过来什么星 再过来是火星 地球后面是火星 再过来什么星 我们说叫做木星 对不对 木星在土星 再过来是天王星 海王星 明王星 九大星星 合成我们叫太阳系 可以吗 所以太阳星 太阳 我们地球叫太阳系的 大概是距离太阳 第三个位置的地方 星球的星星 好 这是我们地球的地方 那 懂得这地球位置当中 我们再看 地球怎么来的 地球怎么来 地球一开始形成 怎么来 由整个太阳 云系当中 所形成一些 爆裂出来的东西的物质 包括氢啊 氦啊 等于一下 有些物质 经过凝聚 凝聚 还有呢 凝聚 浓缩 就变这个地球 那 这早期地球当中 因为有很多太阳 爆出来的物质撞击 它 所以很多陨石撞击 撞击得非常厉害 就形成一个 沿江海 沿江海 所以形成什么现象 我们说 早期地球 在46000单根左右 形成早期陨石地球 它初形成的时候 陨石不断地撞击 陨石撞击非常厉害 因为太阳爆裂 是非常炙烈的 燃烧非常炙烈的 很多的氢气燃烧的物质 那南座物质非常剧烈的 陨石一直撞击 造成地球温度非常高 形成一个沿江状态 熔岩状态 是沿江海 这个沿江海当中 让地球物质像滚烫的沿江 而滚烫的沿江当中 让比较重的物质 往下沉淀 就变成地核 地寒 OK 比较轻的就浮在上面 就变成什么系 地表跟地壳了 所以这地球的初现形成 从沿江 所以不如去变成 形成一个地球状态 那这个时候 比较热的东西 比较轻的物质 因为燃烧 因为蒸发 变成气体 就变成原始的大气来了 所以慢慢地球 出现原始的大气 这个地球当中 后来陨石撞击 越来越少 地球都逐渐稳定 慢慢慢慢地表就出现了 就凝合起来 就凝固起来 就开始凝固起来了 从沿江海 凝固起来 就地表就出现了 可以吗 好 那原始大气 就是从什么地方 从这种燃烧的地方 所形成的气体 挥发出去 叫做原始大气 原始大气大概有哪些呢 大概是氢气 氦气 主要是来自太阳的 氢气氦气 好 还有甲烷跟氨气 等等的这些气体 而这些气体当中 因为密度太小了 才散布在太空当中 OK 这是我们说 原始地球的环境 OK 好 再来 逐渐地球温度 越来越低越低 慢慢慢慢就变成什么气 我们说慢慢变成 早期地球了 所以陨石撞击越来越少 地球就继续稳定起来了 当地球越来稳定的时候 可是当时地球稳定的时候 因为地球内部的热量很高 逐渐撞击产生碰撞 产生能量就形成爆发 就形成火山爆发 所以在当时早期地球 火山爆发 活动非常频繁 爆发出来的东西 很多气就形成地球的 原早期地球大气 那这种早期地球大气 包括哪些 由太阳爆发 喷出来的东西 像什么气 像水蒸气 像二氧化碳 像氮气 就取代原始地球的 氢气氦气为主的东西 OK 所以是原始地球当中 从原始地球 逐渐变成早期地球 这样是造成 一些所谓的火山爆发 形成原始大气出来 OK 那再来慢慢地球 逐渐逐渐 因为有水蒸气出现 水蒸气出现的时候 地球温度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因为云石撞击越来越少 温度越来越低之后 水蒸气逐渐凝结 变成什么 雨水 当变成雨水的时候 形成暴风雨 当暴风雨下下来之后 地球就开始有水了 那低洼地区 累积很多水 就变成海洋 当它变成海洋出来之后 因此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比较低洼 基聚成海洋跟湖泊 有的地方 没有低洼 地方就变成陆地 所以整个地球 变成有什么 陆地海洋形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慢慢逐渐降温之后 地球水蒸气降下边的暴雨 形成海洋 地球出现海洋跟陆地了 那等到早期地球出现 海洋跟陆地出来之后 这个海洋是个炙热的海洋 这些炙热的海洋当中 有些原始大气成分 就会溶解在海洋里面去 尤其是里面的什么 二氧化碳 常常会溶在海洋里面去 之后就逐渐变成什么 石灰岩区 所以原始地球 二氧化碳的浓度 就逐渐逐渐下降 当然逐渐逐渐下降之后 原始地球环境 再加上出现了 光合作用的生物 就把二氧化碳 拿来进行光合作用 而转换成什么气 氧气 于是慢慢慢慢地 地球的大气当中 从原来的水蒸气 二氧化碳 氮气的情况 就逐渐改变成 现在地球环境 以什么东西 以氮气为主 以什么氧气为主的环境 可以吗 所以慢慢就变成 现在的地球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二氧化碳会溶解 在海洋里面去 就变成石灰岩 所以逐渐使得 早期的地球大气 逐渐地二氧减少 我们再看下面 现在地球什么情况 现在地球有大气 有海洋 适合生物生存 温度平均温度 但是15度C 这个温度不会太高 不会太低 对生物的蛋白质活动 酵素活动非常的好 所以适合现在生物生存 好 那我们看到 现在大气什么情况 经过不断地作用之下 结果现在大气成分 是以氮气为主 氮气占78% 那再来是氧气 那氧气怎么来的 氧气是因为我们说 早期的生物当中 经过光合中 把二氧化碳代谢 产生什么息 氧气逐渐产生的 所以 因此现在大气当中 二氧化的浓度 就不像早期 二氧化的浓度那么高了 逐渐下降下来了 那当逐渐下降下来的时候 那么主要大气 就以氮气为主 而氮气是早期 火山爆发产生的氮气了 可以吗 所以现在大气当中的成分 跟原始大气成分 是不一样的 跟最早地球大气成分 也不一样 要记住 最早大气成分 乃至太阳爆发出来 氢跟氦 那原始大气 是什么 火山爆发形成 水蒸气 二氧化碳 氨气等等 那现在大气 因为光合中 就会把二氧化碳 变成氧气了 所以变成氮气 和氧气为主了 是地球环境的变化情况 那以氮气和氧气 为主环境 是现在的环境 这种环境 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 当然 我们现在生存环境 会变成这样子 是经过几十亿年的 逐渐变化而来的 所以变化过程 就是我们刚才 所说明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们把总生起来 形成个表 第一个 原始地球 原始地球 一开始从太阳 云系当中 所凝聚形成原始地球 里面原始大气 是氢气 氦气 加氧气 实在是原始的 太阳爆裂出来物质 OK 那么通常密度很小 很难凝聚成 大气层 是散播到什么 大太空当中去 好 第二个 逐渐逐渐冷却出来 就变成早期地球 当变早期地球的时候 因为火山爆发 导致什么现象 导致水蒸气出现 二氧化碳 淡气为主 原始地球环境 这个早期地球环境的 大气当中出现的情况 随着二氧化碳 融解到海洋去 海洋出现的时候 海洋出现 二氧化碳逐渐减少 再随着光耳中生物出现 二氧化碳就逐渐减少 所以逐渐就变成 什么现象 现在地球的大气 78%的氮气 跟21%的氧气 那今天是少量的 二氧化碳等等 好 这是光耳中产生的 那这些光耳中生物当中 利用的二氧化碳 产生氧气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有的氧气 有一个最大特色出现 请记住 非常重要的地方 氧气 氧气出现 我们现在呼吸 氧气很自然 但请记住 氧气出现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我们大气层中出现 氧气最大的特色 氧气会吸收脂外线 而逐渐转变成什么 臭氧 所以形成臭氧症出来了 所以记住 记住 不是只有臭氧会吸收脂外线 氧气也会吸收脂外线 那一定要先有氧气 才会有臭氧症 因为臭氧是由 氧气吸收脂外线之后 经过化学反应所变成的 所以没有氧气出现 就不会有臭氧症 那于是地球的 平流层出现了 氧气出现出来之后 所以臭氧层出来之后 氧气臭氧 臭氧氧气逐渐变来变去 就把脂外线停留在 平流层 那么地表的脂外线 就减少了 没有脂外线照到地表 生物就可以逐渐脱离 海洋 逐渐登上陆地了 可以吗 所以在现在地球当中 早期地球出现 所谓的氧气的时候 逐渐出现臭氧层的时候 基本上对生物的演化 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让生物脱离水 而逐渐到陆地来发展 这是我们做第三节的发现 可以吗 好 那懂得是我们再看下面来咯 看下面 以图形来看 好 这里当中各位 第一个图形是什么 我们的原始地球 这种原始地球当中 因为经常有陨石撞击 所以是个沿江海 沿江海 沿江海有的重的东西沉淀下去 轻的东西浮在上面变成地表 重的东西下去叫地寒或地壳 OK 好 那慢慢地合 地合 那慢慢地逐渐温度逐渐下降 因为陨石撞击越来越少了 所以慢慢变成一个什么 比较完整地球 有地表出现了 好 这是早期地球 后来早期地球的气体当中 主要来自太阳出来的 氢气 氦气 甲烷 氨气 硫化 氢等等 爆发出来的东西 由太阳爆发出来的东西 好 在第二个 慢慢地球逐渐越稳定的时候 因为地球内部很炙热 产生爆发形成火山爆发 这叫早期地球了 从原始地球到早期地球 爆发出来的东西变成水蒸气 二氧化碳 让氮气为主 逐渐逐渐下雨了 逐渐有海洋了 海洋出来之后 慢慢出现什么 二氧化碳的溶结 再向光中生物出现 就变成现在的地球环境 氮跟氧为主了 地球大气了 所以你从图形都看起来 从原始地球 早期地球 再慢慢现在地球变化 你就很清楚 看出来的变化过程 对不对 可以吗 懂了没 了解吗 地球环境变化 有没有了解 可以 耶磊 survey吧 转息